正在直播女卒东亚杯 中国女卒vs韩国水性侠变镇 球迷沸腾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迷聊球 我是小迷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中国女卒的球迷 给小迷的视频 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卒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中国女卒正在挣扎东亚杯 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场比赛 我们是2比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 整体来说发挥的并不是很稳定 因为那场比赛可以说 中国台北队实力不是很强 所以说作为水性侠来说 它是派出了替护阵容 在击败中国台北之后呢 我们将会迎来第二个队数 韩国队 韩国队争取实力是比较强的 他们在之前亚洲杯的比赛中 也是闯入决赛 曾经也是2比0领先中国队 最终呢中国队是3比2逆软队数 可以看出呢 韩国女卒正在竞争力是非常强 虽然说他们在第一场比赛中 一比2输给了日本队 通过整体来看 韩国女卒和中国女卒的实力啊 还是十分立敌 所以说作为球迷来说 也是非常关注这场比赛的一个动向 这场比赛将会在今天下午 18点正式开始 CCTV5呢将会直播 中国女卒vs韩国队 这场比赛呢 水星侠肯定会变阵 因为在第一场比赛中啊 我们大部分球员都是替补任务 包括主力球员王霜 等几个核心都没有出场 此次面对韩国队 面对强敌 水星侠肯定会变阵 希望能够通过一些积极的变阵 极大核心回归手法之后呢 对于整个球队的帮助啊 是比较大的 这场比赛作为球迷来说 我们自然是期盼 中国队能够击败对手 输获两年胜 因为自从水星侠 接手中国女子之后呢 对于整个中国女的一个调整啊 是非常可观的 他也是快速的帮助中国女卒 走出颓势 能够让所有的球员 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 包括之前表现非常出色的张连燕 作为球迷来说 也是彻底的沸腾了 我们希望呢 中国女卒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 在本次比赛中啊 收获胜利 也希望我们一起啊 为中国女卒加油 为水星侠加油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 小明聊球 下期再聊 下期再聊